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拿着魔戒之灵想离开时遇到了雪妖 对决中雪妖处于了下风逃了出去 雪妖本可以离开 但因同伴被抓前去营救 不料不及道仙 道仙命令优独宰杀雪妖 可深爱雪妖的她会求道仙放她走 正在此时 魔王率领大军进攻霍都 为了和魔军大战 道仙让众葵超级进化 经过几个回合魔王败给了众葵并逃之妖妖 战后 众葵违背了道仙的指令 偷偷带走了雪妖 另一方面 道仙拿到了魔戒之灵 准备将力量自自占有 因为魔戒之灵是大量人的养迫 道仙身为小仙 想通过此途境力量 大增 谋权篡位 这边解释一下 众葵是寒窗苦毒的出身 高中状元后 却被奸人陷害顶替 一怒之下 壮烈金榜 被道仙救下 利用了众葵的魂魄 并赋予了生命 雪妖带众葵来到魔戒 并知道道仙的阴谋 原来 从头到尾都是道仙利用众葵 帮助自己快速修道成正果 统治仙魔人的三界 魔王意识到自己也是被道仙利用 到处收集羊魄 魔王意识到 魔戒将要灭亡 把最后的力量都传给了众葵 来制止道仙的所作所为 此日 众葵来到了城内 跟所有群众说 道仙的阴谋将会吸取 所有人的阳破 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此时 道仙把众葵超级进化 变成了魔王 让群众看之后怕 被围攻的众葵 被雪妖救走 一晚降临 众葵和雪妖前来杀道仙 可雪妖不及敌人 被道仙封印了起来 看到封印的众葵愤怒不已 抓着道仙 就是前摔后摔 最后 在众葵的一箭之下 了结了道仙 并救下了雪妖 因为未及时救下雪妖 导致雪妖变成了大雪 到处纷飞 被魔戒之灵吸去了阳破 也都回到了群众身上 最后仲葵把魔戒之灵 放到了魔戒 故事结束 好了 我们明天再见